距离可能就两三米 这样呢可能开墙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击中我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有没有踩踏过去的痕迹 拉鞋啊不要太毛巾了 我拉鞋走 拉鞋走 手动的话 立即往天空冰箱警告啊 拉鞋拉鞋 把枪抓起来 赶紧 大家的眼睛都紧紧地盯住 视线范围里的每一个角落 因为谁也不知道 下一秒钟将会发生什么 第二天一早 周部工作继续进行 大约到了九点钟的时候 前面好像有人发现了什么 前面报告发现有人不能帮民地去钻 在哪个位置啊 在哪儿 这电话咋 对啊 你报告 有屋警对面 就发现了这个有生活过的迹象 在以外生活过的迹象 也有了新的发现 看来 正如警方所料 王后军并没有骑车逃窜 而是躲到了这片玉米地里 对于王后军而言 摩托车是他的主要带路工具 他自己也曾经说过 摩托车就是我的推脚 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他又为什么要弃车而逃呢 那么他感觉 骑摩托车在跑 这个目标比较大 而且他原来骑摩托车跑 就我们公安局官也掌握 这样他弃车逃 钻砌杖 不易被发现 如果是这样 警方料理 王后军不可能跑太远 此时凶凶极恶的王后军 很可能就藏在某个角落里 静静地注视着我们 所以沿途任何一个 能够航身的地方 都有可能危机自活 毕竟犯罪嫌疑人手里 有武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